这一期我们来看一下伊玛 伊玛在APM的隔壁也就是白马的对面 它这个批发市场是级零售直播批发为一体的 平时偶尔也会有主播来这边播 这边的款式就跟UYS沙行还有十沙行那边的风格是很像的 是主打快时尚的18到30岁的 这边很多档口都是在UYS还有APM主打好那边也是有档口的 广州这边有很多档口都是这样子操作 在哪里都开遍地都开 但是他们的货其实是一盘货 只是针对不一样的客户群体 他们采用的价格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这边款式都是很时尚 T恤可能很多亲们做服装的尤其是做实体店的觉得它是一个太普遍的内幕不太想做 做的人太多了 但是往往像这样子普遍的内幕 常规的做人多的这种内幕的话到最后往往你是压不住货 也是亏不了多少的 棉的这两件套现在是要收版了 很厚那种布料里面T恤 如果你们现在还有很多户层的话就赶紧抓紧时间把它们给卖掉 过了一段时间非常热的时候 那种很厚的T恤 南方这边肯定是整个 北方他们也会觉得厚的 这边还有这种西装外套 广州这边肯定是用不上了 但是平时有很多人是来广州这边出差 或者是旅游的 也会在广州批发市场这边买一些衣服回去 我今年也是第一次来这个批发市场 我每次都是有这样子的感觉 如果我很久不去一个批发市场 突然间去的话 就会感觉那边的衣服特别好看 所以我现在感觉这里的衣服是很好看的 以前我觉得US那边的衣服非常好看 很慈善 可能是最近经常去吧 现在看US那边的衣服 感觉好像也差不多 这边的民售价格大部分都是按照上面的吊怀价格 有些可以给你打个九折 或者是九点几折 你们可以适当地讲一下价格 就看他们同不同意 有些衣服真的是价格是特别贵 一件很小的那种沙的话 就要七八百块钱 但是相对很喜欢这款式的买家 或者是那些同行做服装的 来买版的来说就无所谓的 炒货肯定是有的 一般这种有零售的批发市场 价位比较高的话 他们都会存在炒货 西装裙这样的款式它是能走一点 但是它这个周期是非常短暂的 要控制好这个时间 嗯 嗯 谢谢观看